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血债血环 自古有一句话 茶为君 火为尘 茶透过陪火之后 滋味更是不一样 陪火可以令陈茶回春 也可以令茶味尽湿 就要看每一个陪茶人的功力高低了 所以啊 陪茶的功夫对每一间茶庄来说都是一门秘技 这是不外传的 这也是我们宣和茶庄 为什么在江南茶叶市场屹立不倒的原因 说到这我才想起来 之前多亏你先派老何到安西去订了这批铁观音 我听永妇楼的前掌柜对我说 之前有许多向大圣如意占宏 订茶的酒楼和茶寺 都想透过前掌柜的介绍改向我们订茶呢 松原收购了许多老茶庄 他以为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整个江南茶叶市场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些老茶庄表面上是把茶庄卖给他们 但是制茶的技术却压根没告诉他们 所以啊 现在这些茶庄制出来茶的味道 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们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还差 那这么说 这一次是我们绝佳反攻的机会了 秦辉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干 千万不能输给松原 我们不但要守住圆满的客户 还要把他的客人全部抢过来 千万不能让松原把我们宣和给看扁了 二哥 你放心 只要我们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我想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 嗯 经理 什么事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薛和茶庄试卖的天玉露已经销售一空 他们正准备大量制造上市 将办法弄凭天玉露给我 是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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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不在房里呀 我知道你心情不太好 我们一块去玩球好不好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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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姑姑 她 请罪 女儿 天灵 这大头太不像话了 不让他去竟然偷偷的去 爹 那还是我们比天灵要好一点 当时我们走的时候 还像你老人家禀报以后才走的 好不到哪去 一样让我头疼 别说了 一个女孩子家只身去上海 也不跟我们说清楚到什么地方去 去找什么人 这万一有什么麻烦事情 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那就随她去 她都说了她已经长大了 不要我们一天到晚问东问西了 真要遇上什么事自己负责去 小姐 你就别再为她担心了 要我说大小姐 不也是独自一人到外国去念书的 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 唉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我是担心她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当初老爷问她去哪儿找什么人 她就一脸不高兴 唉 我也知道儿女大了 都有自己的主见了 你要多说几句 就嫌你烦嫌你啰嗦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 为父母的难处 养儿方知父母恩啊 等他们自己为人父母了 可能也就会懂了 是啊 夫人 娘 可以进来吗 是庆辉啊 进来吧 夫人 回来了 娘 我回来换件衣服 等一下我还到二哥那边去看一看 哦 哦 夫人 我刚才听老吴说 大小姐不辞而别 好像跑到上海去了 小姐正为这个事烦心呢 大小姐不知为什么是急着要去上海 夫人 您先别着急 不如我看这样 查员的事情已经忙得差不多了 我也不用天天在那儿守着 上海我还认识几个人 人面倒挺广的 要不我立刻到上海去一趟 看看能不能找到大小姐 那好啊 秦辉 麻烦你了 不麻烦的夫人 要准备什么 我替你准备准备 不用了娘 我拿几件简单的衣服立刻就走 夫人 我先走了 那好 路上小心 老婆来 盛盛太阳 你看 小心点 娘 来 快点快点 娘 怎么了老婆 哪儿不舒服啊 没事 看把你紧张的 我能不紧张吗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是我们的宝贝儿子在踢我呢 真的 快点儿娘 我听听了 人过来人过来 我听见了 我听见儿子叫我了 得了 我听见儿子叫我了 快点儿娘 快点儿娘 孩子在肚子里怎么会叫你啊 况且 你又怎么知道他是儿子 我虽然没有生过孩子 可是我听人家说过啊 这人家都说啊 这肚子如果是尖尖的 那生的就是儿子 你不信啊 你问秋菊 秋菊你看 咱这儿是不是尖的 大少奶奶 你生的肯定是儿子 我说就是儿子 快点快点给我 接住 接住 来 下楼梯慢点啊 小心 小心点 小心 再来 好 再来 快点快点 接住二家宝 嗯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秋菊 大少奶奶 秋菊 大少奶奶 秋菊你怎么了 秋菊 你怎么了 秋菊 大嫂 秋菊你不要吓我 秋菊 秋菊 り� 秋菊 大嫂 善大夫 你能不能证明稳住 大夫已经在急救了 过来 站好 大宝 天威 天威 你这是干什么 干嘛要当孩子 你干嘛我打他 娘 娘 绣灵弄成这样都是他害的 你让我打他 大夫 行了 你打了 行了 这是我的错 要怪你就怪我吧 芸汐 你没事吧 没事 先把孩子带给你 好 干什么动手打人呢 你能护着你的妻儿 我就不能为我的妻儿出口气吗 到了 别再胡闹 别再胡闹 人正在急救还不知道怎么样 你还静在外边添乱像话吗 爹 你偏心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你偏心啊爹 老爷 明明是他们那帮人的错 你不去罢他们 你来说我 你把我当成过长子吗 你把秀云当成过你的长媳妇吗 你把他肚里的孩子 当成过你的长孙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你还在说我不去说他呀爹 你太变心了 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老爷 天威也是 也是为了秀云的事情心烦 他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啊 是啊老爷 你要保重自己的身子啊 Square 爸 你知道吗 我可以 我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要打就打我吧 等 你没有看 commitment 我不这样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去 家宝 希望绣萌和孩子没事 乖 不哭了 家宝 如果他们有什么万一的话 你要哭了 我赵天梅 跟你们没完没了 家宝 别哭了 是 卖报 卖报了 谢谢啊 卖报 卖报 这就看帮忙 到哪里去找呢 卖报 卖报了 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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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了 快闪开 大小姐 你没事吧 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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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大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卉莲 你说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最近我一直心生不宁 眼皮直跳 小姐 您大概是太累了吧 前几天为大少奶奶的事 你吃不下睡不着的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卓大夫也说了 大少奶奶没事的 孩子也保住了 只需要多多休养 也许吧 前一阵子 家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搞得我是夜夜提心吊胆的 希望绣云这件事过后 家里一切平安无事 家里一切平安无事 再也没有风风雨雨 你 你 大小姐 你醒了 这什么地方 礼茶饭店 本来 是想等你醒了之后 就把你送回去 没想到 您一直沉睡不醒 只好先找个饭店 先睡会 你来上海 怎么不跟老爷夫人 说清楚呢 是我爹娘让你来找我的 他们很担心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你 本来 我也不知道到哪去找你 后来 我想你在上海 肯定要坐车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专门做拉车生意的 我就让他帮我 留意打听一下 今天早上 有一个车夫在过你 他跟我说了之后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我帮你倒水去 大小姐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会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是不想管你的事 我也知道 我没有资格管你的事 我只是关心你 大小姐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没有任何需要 可是 我叫你别管我的事 大小姐 我看你的精神不太好 要不 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不要 我不要看大夫 你出去 你出去 你给我出去 大小姐 我什么人都不想接 你出去 大小姐 出去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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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哪 大小姐 咱们有忘记本说好了 大小姐 大小姐 老婆好好休息啊 天威啊 这段时间 你要好好照顾绣云 娘 你放心吧 记住啊 别让她随便在下面走动 以免再动了胎气 我知道的 娘 这回绣云和孩子都平安无事 我以后会更加注意 好好照顾他们的 你呀 也老老实实在家待上几天 好好陪陪绣云 我哪都不去 我哪都不去 好好陪你们 你看他们多好啊 动了 真动了 玉琪 站在那干嘛 进来啊 娘 你有事吗 我煮了一点鸡汤给大嫂 我想让她补一补 秀云啊 玉琪的厨艺真的不错 以前啊 我还不信 可前一阵子我身体不舒服 经过她一番精心调养 现在的精神 比以前强多了 是啊 是啊 我们这是偷偷地说的 二少奶奶的手艺啊 真是不错的 有的时候 王妈烧的菜啊 小姐还嫌 没二少奶奶烧的好吃呢 是啊 啊 来 铁威 把汤给绣云端过去 让她趁热喝了 娘 把这汤给绣云端过去 快让她喝吧 大哥 给大嫂趁热喝了吧 来 老婆 喝一点吧 老婆 喝一点吧 来 你就喝一点吧 来 我喂你 好 我喝 我喝她煮的汤 你别生气啊老婆 你怎么了你 兽云 别生气 你什么 把汤给我拿走 拿走 哎呀 兽云 兽云 老婆 再来 老公 让她走 知道了 知道了 我想看见她 别动 别动了 来来来 别动了 深呼吸 我老婆叫你出去 你听到没有 用不着你来假好心 绣云被你们差点害得滑胎 怎么 上回你没害成 这回还想来害她是不是 不是 还想来害她是不是 不是什么 出去出去出去 以后不要再来了 天威 大哥 天威 你也太过分了 他毕竟是你弟妹 万一你弟弟知道了 你们两兄弟又要 娘 这件事情你不要管 他要是跟二弟搅舌头 让他去搅好了 我和绣云看到他们那房的人 心里就烦 来 好了好了好 老婆把他赶走了 咱不生气了啊 你没事吧 老公 你快躺下 来来来 小心 慢点 来 来 来 慢点啊 二少爷 先让大伙喝点茶吃点东西吧 好吧 让大伙休息一下吧 好 大伙休息一下啦 好好好 来来来 老张 这些由外父收回来的茶叶 都是很重要的货 明天要交给人家的 待会一定要彻底做好检查 做好防护 是啊 好 二少爷 喝点茶吧 二少爷 真是不好意思 庆辉哥去了上海 把茶园的事情交给了我 本来我以为一个人可以应付得来的 结果早上有三个工人突然辞职 一时间人手不够 所以我才请人暂时过来帮忙的 好 我真是辜负了庆辉少爷的嘱托 没关系 这是松原他们想办法再挖我们的人 这是意料中的事 我已经请老张贴了请人的单子了 只是这一次 那个松原想跟我们硬碰硬 竟然用比我们高两倍的价钱来请人 难怪我们到现在都找不到人 松原那个家伙真是卑鄙 不过想起来 那个帮松原的中国人更是可恨 两个人沆歇一气狼狈为奸 那个帮松原的中国人还真是个棘手的人物 我已经请庆辉调查了底细 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我已经查到那个人了 你查到了 是啊 今天早上我有个兄弟向我报告的 柱子 这有你的 那当然了 我可不是吃白饭的 快说 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我那个兄弟说 那个人叫李天赐 李天赐 是啊 刚开始他好像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对不起 李天赐 李天赐 回来了 嗯 怎么样 查院还好吗 有批很重要的货 我怕今天晚上雨下大了 所以赶去处理一下 对了 告诉你一件事情 柱子已经查到那个 替宋元办事的人了 真的 听说那个人 叫李天赐 玉琪 我去拿布 李天赐 真的是你吗 娘 娘 娘 你怎么了 娘 娘 我帮你吹吹呗 娘 娘 娘 爷 娘 娘 你怎么了 娘 娘 我的时间不多了 小姐 别哭别哭 别哭别哭 人 人总有这个时候的 没什么好难过的 小姐 娘想看看大姐 大姐 小姐 快 快到阁壁刘师家 叫她帮忙 把你大姐叫回来 刘大师 刘大师 这么晚来找我 是不是我们家出什么事了 玉琪 你娘 你娘她 她快不行了 刘大师 你说什么 你娘说她要见你啊 玉琪 你快回去一趟吧 你娘还在等着呢 娘 娘 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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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呐 他妈的 爹 娘 他涂了好多血 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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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玉琪 时间不多了 这种玩笑 跟她随便开啊 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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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带你找大夫去 不用了 玉琪 我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不会再拖累你们了 屁话 我最不愿意听这种丧气话了 玉琪 我在等日期 只有见到了她 我才能安轻地去死 玉琪 你为什么不让小姐把我找回来啊 玉琪 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可是你没有过上好日子 却落下了一身病啊 玉琪 我对不起你啊 玉琪 玉琪 大婶 你 玉琪 你别自责 嫁给你 玉琪 过什么样的日子 那都是我的命啊 我 是我的命 我最心疼的是玉琪和小姐 他们跟着我们 受了不少的苦 特别是小姐 她还小 大婶 答应我 好好的照顾她 我答应 我一定好好照顾她 我答应 我答应 玉琪 我答应你 玉琪啊 玉琪啊 你答应我 玉琪啊 娘 玉琪 玉琪来看你了 玉琪 玉琪 我来看你了 玉琪 玉琪啊 你来了 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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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琴 玉琴 爹玉琴娘 我来晚了 玉琴 你来了就好 少爷 娘 你叫我天狱就行了 天狱 天狱啊 好好照顾玉琴 她是个好孩子 从小跟着我们 持过手累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能够苦尽甘来 嫁进你们赵家 由于你这么一个 心疼她的好丈夫 我怎么都会高兴的 天狱 好好地照顾玉琴 我 我拜托你了 娘 你千万别这么说 玉琴是我的妻子 我一定会尽管你照顾她 保护她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是 小姐呢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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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以后你要听爹 和姐姐的话 知道吗 知道 娘 女儿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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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受到 受到 真的 娘 月娥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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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我肚子疼 老婆 你怎么了 老婆 你怎么了 我快要生了 老婆 你忍着点 我去找产破来 肚子疼 老婆 你忍着点 疼死我了 这又是谁 开门 开开开 老吴 清辉少爷 你找到大小姐了 是啊 老吴 赶紧把行李搬进来 正好 老爷和夫人都在大厅里 你们先去说一声 老爷和夫人还没睡吗 今天咱们家里乱了套了 老爷和夫人早早就起来了 那赶快 咱们边走边聊 老爷夫人 喝点茶吧 大少奶奶怎么样了 陈婆已经在为大少奶奶接生了 老爷和夫人 大小姐 天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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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怎么了 她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上海找到大小姐的时候 她已经是这样了 天灵 你怎么变成这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啊 大小姐 嗯 你不要以为你不说话 这事就能过去 快说 你去哪儿了 见了什么人 出了什么事 你不说什么事 老爷 是 老爷 拿家法 这可是你逼我 快去啊 是是是 秦桧 大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可不要瞒着你娘啊 娘 我真的不知道 我找到她的时候 她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 我也不能够逼她 老爷 家法来了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哪儿去了 找了什么人 出了什么事儿 老爷 都到这个时候 你还护着她 老爷 孩子都成这样了 你怎么狠得下心 下得了手呢 有什么事情 咱们明天再问好了 是啊 赶了一天的路 两个孩子都累了 老爷 先让他们回房休息吧 啊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还没完 明天我再跟你算这个账 老爷 夫人 生了 生了 大少奶奶她生了个小千金 妈咪 老爷 生了 你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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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请 回来了 亲家母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她老人家 昨晚过时了 与琪呢 还好吗 她很难过 一直哭到早上才睡着 我让她暂时留在家里 帮忙处理后事 你怎么不留下来帮忙呢 早上还有一批 很重要的货要处理 我得去查庄看看 派几个人过去帮忙 不能让亲家母走得太寒碜 爹 玉琪说她不想麻烦太多人 简单隆重地办丧事就行 再简单她一个人也忙不过来的 你自己亦有空要过去看看 我知道了 爹 坐下来吃点东西吧 娘 我没什么胃口 我吃不下 二少爷 还是先吃点东西吧 反正庆辉回来了 等会儿啊 我让她先去查园 庆辉回来了 找到天灵了吗 天灵的事以后再说 不好了 不好了 老爷 二少爷 刚刚我一到查园 老张就告诉我 查园的仓库被人破坏了 昨晚的大鱼 茶叶全都泡了水 今天没办法给人交货了 全部泡水 是啊 空包会损失不少钱 爹 老爷 老爷 你别担心 我跟秦辉过去处理 柱子 我们走 我去找秦辉 老爷 先坐下 别着急 别着急 有天宇他们没事的 好 大小姐 大小姐 夫人让我来送点粥给你喝 老爷 夫人不好了 让一下 二少爷来了 让一下 让一下 二少爷 二少爷来了 二少爷 这怎么回事啊 我一早进来 门座就被破坏了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有人故意的 这 这会是谁干的呢 到底是谁 是谁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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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o 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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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我应该在家好好陪你 帮你多分担点家务 也许 也许你不会这么快就走 我该死 我该死 要死 也是我这个没有的人的先死啊 我该死 我该死啊 对付朱花月娥 我该死啊 对付朱花月娥 姐 爹你别这样 你这样我们会更难过 孩子 爹对不起你们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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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千金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他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了 是 你确定 确定 老五 送罗大夫 是 罗大夫 请 这孩子 这孩子怎么能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呢 老爷 你跟我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说 说不说 老爷 你别激动啊 今天谁也不要替他求情 谁要敢替他求情 我连他也还算账 你今天要不管事情说明白 我不会放过你 爹 爹 爹 我知道错了爹 你现在知道错有用吗 能当作这事没发生吗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老爷 孩子变成这样了 都是我教导无法 我求你了 天灵已经寻过一次短剑了 你就别再逼他了 你让开 天灵 你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说不说 你肚子里这个孩子究竟是谁的 爹 我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 太迟了 我不要停止谁 我只要知道 这个孩子是谁的 他肚子里的孩子 是 是我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再也没有机会了 天灵 弟妹 你家刚办完丧事 就送礼给我们家路 这恐怕对孩子不好吧 在我的心目中 他就是我的亲骨肉 和我血脉相连的亲骨肉 我决定 跟青灰成亲 从今往后 你睡床上 我睡地下 如果不是天灵 谁来解开这秘密 谁安排的相遇 谁安排分离 谁让该来的来 该去的去 谁让一切 都遥悟痕迹 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 被回忆苦苦相比 谁说离开就可以忘记 谁说距离能充当回忆 如果爱只是一朝换迹 总是说服不了自己 爱过 恨过 伤过 痛过 我愿是那个 我愿是那个 忘情的人 不再为情所困 我愿是那个 无情的人 为自己 保留疾风 保留疾风 总是喝过 晚清的水 你认识 夜夜相思 梦迷人 我愿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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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是那个